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是实施夫妇离婚后单独抚养权的制度的法律制度 而不是像中国大陆台湾等大多数国家实施的共同抚养权制度 这是日本之所以会实行单独抚养权制度 有它特殊的国情和背景下的问题存在 首先是如果是共同抚养权的话 因为日本是一个家庭暴力 也就是DV非常频繁发生的国家 也就是说在日本很多离婚的case当中 有很多都是因为一方的配偶 对另一方的配偶进行了身体或是精神上的家庭暴力 导致离婚 或者是说由于一方面的出轨 也就这边说的Waki 出轨不能恋情这样的导致离婚case 那如果离婚的话呢 作为日本人的思维角度来说呢 就因为是你看像DV或是无论是DV还是布伦恋情的话 都是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所以说如果在离婚后 因为是要实施共同抚养权的话 就还是要为小孩的一些养育问题要频繁联系 这对于被伤害的一方配偶来说 是非常的不情愿的 也就说说再直白一点 就是实施单独抚养权的话呢 就可以跟前夫或是前妻就单方面的断绝就断联 然后就可以彻底的从此把将自己的人生 在自己人生里面把对方是彻底的删除 这样Delay这样的状态 这样子虽然说在中华圈的人的考虑来说 可能是觉得是这样的话 对于小孩的心态啊 身心健康成长不利 但是在日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习惯性的操作 还有个背景就是说 因为近些年才有些改变吧 日本女性的地位稍稍会有些提高 很多女性都陆续走出社会 在结婚之后还是就不会带当家庭主妇 继续工作 但这是少部分的人 大多数的人呢 还是因为还是一个男成社会嘛 日本 然后呢 女生结婚了之后呢 还是会就辞掉工作 专心当家庭主妇 在经济地位上也是一个弱势的一方吧 女性 所以在日本法院在判决离婚官司的时候 总是会惯性的以优先 就是偏向于女性的操作这样的 判决的结果会比较多 所以说 如果是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如果女方是因为 丈夫的DV 或者是出轨这样的问题 而离婚的话 法院呢 通常都会把小孩子判给母亲那一方来抚养 而之后呢 虽然说 日本人的操作就是 因为是单独抚养权 所以判给母亲抚养后呢 基本上呢 母亲会从此 不管是 小孩是一岁两岁 还是更大年纪呢 都会 在离婚那一刻开始 就会跟前夫断绝一切联系 也就是说 小孩是不跟前夫 从此就 等于是说断绝 父子啊 父女关系 这样子 从此不会再见一面 偶尔的情况呢 会是在 小孩进入大学以后呢 因为小孩就快成年 因为大学 日本的大学的费用 如果不是读公立 国立大学的话 私立大学的话 费用还是比较够强 的话呢 就会因为是大学的一些费用 或是 一些生活上的支出 这个 日本叫做母子家庭 这个单亲家庭的妈妈呢 才会联络前夫 要求前夫出一定的经济费用 这样子 所以说 然后或者是 偶尔会有 小孩会有强烈的意愿 去说 想见亲生父亲 想跟父亲 有 有 更深刻的 互相了解 什么的 才会一样 这个单亲妈妈呢 才会让小孩呢 去 跟 生父 恢复联系 但是 呃 举个更简单的例子吧 以 我 身边的 这很多日本朋友 都是 单亲妈妈的 这样的状态 就 单亲妈妈这样的 case 是非常多 就离婚之后呢 单亲妈妈就带着 这些小孩一起过日子 呃 我有问过 很多这些 单亲妈妈的 小孩就是你会不会想念生父啊 或说你会不会 呃 想 见 生父一面什么的 这些小孩呢 大多数 99.9%吧 都会 给我一样的回答 就是说 因为从小是跟母亲生活 对 父亲的印象呢 非常的模糊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印象 所以说小孩在 高中 念完 念大学之后呢 就说要成 成年以后呢 也不会有说 非常强烈的想见 父亲的愿望 因为跟父亲的关系 从小就非常淡薄 甚至说 可以说是没有 这些小孩给我的回答都是 嗯 没有特别想见 或者说想跟 生父恢复联系啊 想跟他 重新手络起来的愿望 觉得在 妈妈的抚养下 也是 可以 呃 作为一个健全 健康的人 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 所以说 中华圈的很多朋友 可能会觉得 作为小孩立场 希望 都能够得到父母 双方的爱吗 但是在日本呢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情 就是 单亲家庭的话 而且日本人的 有个传统的考虑 就是母子一体 也就是说 小孩依赖 或是靠着 母亲这方成长 的这样的思维呢 是非常根深蒂固的 所以在一些 上述所讲的 这些重重的 社会背景 和家庭背景的 情况下呢 所以日本 法律意义上呢 就是实施的是 共同抚养权 但是因为 这个共同抚养权 在上几节节目 我稍微也提到一下 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嘛 譬如说 呃 像 这次江洪基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生父呢 就是譬如说 生父或生母 有一方面就 就说两个 生父和生母 都非常希望能够 呃 在离婚之后 就继续抚养孩子的话 这个case的话 如果是在日本 这样的共同抚养权制度下 就很难 就很难去判决吧 就不是很难判决 几乎就 没有办法去判决 因为是单独抚养权的制度 然后呢 江洪基和服务 回到江洪基和服务 这些case呢 就更加的复杂 然后 介绍可以提一下 最近呢 呃 日本的知名的政治家 有些熟悉日本的人 可能会听过他的名字 乔下车 在他的专栏节目 他之前也是非常有名的律师 然后现在是从政嘛 乔下车 在自己的专栏节目中呢 就 也是提到了这个问题 呃 说日本应该是 在 尤其是在 现在 当下 看到大家关注的 服务爱和江洪基 这个case当中 应该重新思考 日本的这个 共同抚养权制度 是否是 真的是非常合理 他就 这个单独抚养权制度 是否真的合理 对不起 他就呼吁呢 应该是考虑 就是引用 共同抚养权制度嘛 因为 先不说小孩的身心健康成长 需要有双方父母的爱 这是一方面 而且 现在社会比较开 日本社会 渐渐开放 日本女性的经济 地位呢 也渐渐的稍微提高一下 呃 作为双亲 即便是离婚的话 要希望继续抚养小孩的 这样的人呢 也比以前变多了 很起来 而具体谈到 江洪基和服养爱这个case呢 呃 乔夏测跟 原本是日本财务 官员的 现在是新州大学的 特认教授的 三口真人 真牛的 这两个人呢 都谈到呢 呃 服养爱和江洪基这case 在日本的这个单独 抚养权制度下的背景下的 又更复杂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呃 服养爱利用了 台湾没有加入 海牙公约这个弱点吧 所以说 其实服养爱 他不是说 是 为 之后的人立下 不良的示范 相反 是因为日本 本身就有很多的 不良示范给他 数料很老例子 其实服养爱 再说再直白一点 就是服养爱是模仿了 至今很多 日本的单亲的 家庭的 母亲或是父亲的操作吧 就是在 离婚之后呢 就拿到单独抚养权呢 就一方面 单方面的失联 就不让自己的小孩 继续 见 已经离婚的 配偶的另一方 呃 因为台湾没有加入 海牙公约 服养爱现在又把小孩 带到了新加坡 这样的状态下呢 虽然说新加坡是加入海牙公约 但是 呃 日本也是加入海牙公约的加入国 但是因为 小孩身在新加坡 而且 呃 服养爱呢 是 这方面 如果坚持 小孩如果是跟江洪杰 长期不见面 小孩对于江洪杰的感情跟 印象也会渐渐的就是 淡下 或是根本就没印象 在未来 即便是江洪杰在 新加坡提起诉讼的话 如果法官要问 小孩的意愿的话 可能小孩因为 因为很久没跟江洪杰 相处什么的 因为 就久待在妈妈身边的话 就会 还是会选择要 想要留在 服养爱的身边 而一方面 所谓的是 呃 江洪杰如果在日本提起 刑事诉讼 会不会 让这个诉讼成立 然后让日本警察 发起国际通缉令呢 这个要说两个 非常难的 被一个 难的一个问题点嘛 一个是 这样的case呢 在日本现在 至今为止呢 是非常非常 没有过 非常罕见 没有先例 可以说是 很罕见 如果是江洪杰要提起 这个刑事诉讼的话 能否成立呢 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呃 服养爱也进行了 对日本法院 下达现在这个 强制执行的命 也进行了抗诉嘛 他这方面的律师 和也准备了很多理由 譬如说 因为服养爱是日本人 然后日本到现在为止 实施的是单独 抚养权制度嘛 他有权就是 他在去年 就是已经申请了 单独抚养权的官司嘛 跟江洪杰 现在是有两个官司 在打的状态的 所以说 他这方面的不是 没有胜诉打 就是他要拿回 儿子的带助抚养权 在日本打的就官司 没有 不是说没有胜诉的可能性 结合这种种理由呢 很多日本的法律 专家都说 呃 江洪杰要见到儿子的 要见回儿子的 拿回儿子的抚养权 这样的心愿呢 就希望就会变得 非常非常渺茫吧 很多日本法律界人士呢 就是不愿透露姓名 都认为是 可能服养爱 就会跟他至今为止 很多单亲家庭的妈妈 或者是单亲家庭的父亲的 操作一样 可能就会成功的拿到 单独抚养权 然后就是单方面的与前配偶 就断绝 断绝关系 也就是说 让儿子 其实他现在也是 实际上也是这样操作 让儿子和江洪杰 断绝父子关系这样的状态 可能这样的状态呢 会一直维持下去 好了 这期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请大家点击 订阅本频道 和留下你们评论 谢谢